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編曲 編曲 李宗盛 先蘇哲學只有一句話就問自然 這個講的自然是Uniiverse 宇宙 所以我們先蘇哲學的哲學的 強調的是Cosmology 就是宇宙論 宇宙本來有三個含義了 一個是就是叫宇宙Cosmos 指那個所有一切 還包含一切就叫Cosmos 還有一個就是極大 Cosmology Cosmos 宇宙非常大 還有一個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化妝品英文怎麼講? Cosmetics 對吧? 我沒講錯吧? 跟那個Cosmos像不像? 像不像? 像不像? 是同一個字啊 大家知道學英文根本不用背啊 就是要只要會希臘文跟拉丁文 但這個當然也很難啊 這講的也是白講 這考GRE都要先學希臘文拉丁文 這基本上就是他們的字根啊 Cosmetic這個話 就是宇宙不但是宇宙 而且也是極大還是極美的 它是完整的 完整什麼呢? 為什麼什麼東西為什麼會完整呢? 因為Cosmetic很多人 很多人學英文沒有方法 學英文最主要觀點 第一個要懂它的字根 第二個的話要用耳朵來聽 其他根本不用學 還有一個最後就是敢不要臉 就亂講亂講 講錯了讓別人來糾正你 那變成最好的補習班老師 對不對? 比高國華還強 高國華不一定會糾正你 人家英文你不被糾正 你怎麼會進步呢? 好 這不是我要講的 我要講的是這個自然 最重要的是它極美 為什麼極美呢? 因為什麼東西美呢? 有秩序叫美 像我們這個同學 瞪著我看 你看他 我唯一有瞄過他 他的五官 算了 不只你 就舉例子 每一個人都一樣 非常正 該長眼睛的地方長眼睛 鼻子長得高高的 嘴巴小小的 戴個眼睛 看起來很文靜 穿著衣服 有肩膀在那裡露出一點書肩 不能亂講 形容 這個什麼呢? 完全符合美的秩序 秩序 一種有秩序 你要知道你下次做 你PS 圖片 你把一個人的五官位置稍微移動一下 你會發覺非常奇怪 很不美 非常奇怪 就是說自然最美 所以我們講自然就這樣 所以說我們用先出哲學 大致上就這幾個學派 不過我們今天只介紹最早的 迷利都學派 給大家做一點介紹 好 迷利都學派我們要講一個重要的觀念 就有三個人 一個是泰利斯 泰利斯 一個是這個阿奈克斯曼德 一個是阿奈克斯曼尼 就是他們三個人是迷利都學派的師徒三人 我有一本書 很便宜 現在好像要打六折 叫求真 你也不用買 你就站在路上看一看 就是一開始介紹這個部分 然後呢 這三個人師徒關係 所有的哲學從這句話開始 就是說泰利斯說水是阿契 阿契就是一切的源頭 我剛剛強調 要展開一個理性辯論的前提關鍵有兩個 第一個你要讓別人想跟你討論 第二個的話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的論述立場是要最根本的 我們要很多人是從中間開始講我的文化的感覺 比如說你到 你問一般人 你為什麼中元節七月你不敢搬家不敢游泳 就是怕有鬼 就我剛剛已經對於這種鬼神論已經批評了 就是說感覺上不好 所以你就覺得說 歸屬於一個不需要理性論變的原因 然後大家以俄傳俄變成傳統 變成傳統以後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為什麼 因為整個家族剛興盛不久 沒有富裕到那種不相信鬼神照樣發財 等到你子孫開始連續又三代再發財 講說有鬼沒鬼沒差的時候 才慢慢慢慢能夠揭發出來 這種理性的力量才能夠發展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講起來 要改一個傳統不這麼容易 但是希臘人之所以之前是神話的傳統 那鬼更多啦 不但是鬼還神的 神還幫人打仗 神還跟人做愛的 問題很多 對不起 老師為了上課效果講話都比較直接一點 但我不覺得這個在我的禮貌用詞當中 做愛是最符合時代精神的 其他還有很多很一般的講法 不過但是我要強調希臘的神的確是跟人一樣 有所有的問題 那個傳統是不考慮理性的 所以說泰里斯這一句話就顯現出他的理性基礎 他就說一切事物 宇宙有秩序 這個秩序一定是來自於一個最根本的 叫本源 這個本源希臘文叫阿切 阿切這個字的話其實講起來 像你們知不知道 Democracy Democracy 那個Acy Acy 阿切 就這個字 Democracy 任何事情 Anarchy N-A-R-C-H-Y Anarchy 就是阿切 所有的制度就這個字 後來在英文就這個字 就是阿切這個字 所以也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確實是像是一個秩序 這個秩序當中 然後地球就是浮在這個水上 因為你看到海很自然的一個認知 所以說產生了他們的宇宙論 這個部分我不要談 我只要告訴大家 批判理性在這裡也找得到 那為什麼 大家會開始問 為什麼這一切都是水 我們現在在踩著這個石頭 是水嗎 我們現在走下來的兩個同學 是水嗎 我們現在坐的位置是水嗎 那沙漠中在希臘地區 Ionia Meletus在哪裡 知道嗎 Miletus在現在的土耳其 我跟同學講過我每一年夏天 我都會去希臘 連續去了好幾年了 我們現在哲學裡講的希臘 他被現在土耳其佔領了 我們現在講的希臘被土耳其佔領 所以Miletus Ionia philosophy 這些其實都是在土耳其 希臘的神廟都在土耳其 不能說居多 還好在是雅典在希臘了 所以佩羅賓尼莎戰爭的主角 這個什麼都立聯盟 是在現在的土耳其 那麼這一些主要的問題是 為什麼水有這種魔力 變成世界的根源這種問題 把他當哲學的起源 那這句話是一個大膽的猜測 這個大膽的猜測呢 同學們要了解 重點就不是答案 而是問問題的方式 我強調 你要跟別人展開一個辯論 如果你不從 在理解的範圍當中的 最根本的部分來討論問題的話 如果你不從這種最根本的方式來討論問題 別人會覺得你拿約定俗成的標準 或是拿既定的印象來辯論 他就很難接受 因為要更改別人的想法已經很難了 已經很難了 你現在跟很多人講說 其實台灣的夜市很髒 哇 很多人很生氣 前陣子有這個報導你知道嗎 因為每一年到了學期 到這個時候出現這種消息特別多 很多交換學生來了嘛 很多台灣學生 哇 台灣這 Night Market Night Market You got to sit 一看完老一看 哇塞 一邊手收錢另外一個手在洗碗 嚇壞了 有沒有覺醒青年要反對的 說錢跟洗碗合起來就是好吃 你敢講這種話嗎 你沒有現代的一點衛生觀念嗎 說要去夜市吃就不要害怕中 我差點講成中毒了 中標好了 那就很多人會覺得 這個是情緒語言 這是情緒語言 所以台灣夜市好玩 我還不知道好玩在哪裡 因為我自己有談到病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欣賞那些夜市的東西 尤其是油炸的 我都沒興趣 已經幾十年了沒興趣 所以我想起來 但是我有時候在想這種情緒語言 讓人沒有辦法辯論 沒辦法討論 沒辦法討論就沒辦法改進 改善 沒辦法改善的話就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的結果就菲律賓化 對不起 就是維持現狀就是現狀化 就出現這種結果 所以說 問到事情的本源 這個發問的方式是最重要的 好 那麼其次的話呢 問到事情的本源有什麼好處呢 大家要知道 所有人都應該上了這一分鐘的課要一種感覺 你們數學 你們數學一定都不錯 你們所有真實的感覺 真實的感覺絕大多數來自數學 對不對 我上禮拜非常強調這一點 這不是我強調 柏拉圖強調 柏拉圖建立了人類第一所大學 叫Academy 他的大學上面有塊石頭上面寫 不懂幾何學的不要進來 為什麼 如果你對真理 為什麼幾何學 懂得幾何學代表真理 我上禮拜說過 那個推理的過程不會出錯啊 對不對 你哪一系的 數學系 太好了 My goodness I was a dream for this moment 你哪一系的 這位不愛的 沒錯 你懂嗎 你知不知道你為什麼不愛讀書 又能讀數學系 然後你囂張得不得了 你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 你們兩個認得嗎 那個 你們兩個都戴眼鏡 一個黑 一個白 那家伙很有名吧 他是我們全班第一個公開 我根本不愛讀書 講這種話的人 我一定建議校長退學 除了數學系的學生以外 因為你不愛讀書的人又在錄影 對不對 跟人家講說我是台大學生怎樣 就不愛讀書了 幹什麼 喜歡開計程車 對不對 那你到台大來幹嘛 你等於是強暴我們嘛 對不對 對我們很難過 親何以堪 我們沒辦法生存啊 那我們叫人家來讀書 結果收到一個不愛讀書的人 但數學系里外 為什麼數學系里外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里外 你知不知道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很茫然 老師你說 你說我說 因為你正準備休學對不對 不要休學 畢業給他們看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你考台大數學系是不是作弊進來的 不是 作弊進來的人能夠 作弊進來的人會選擇數學系嗎 作弊進來的人會選擇數學系讀嗎 作弊進來的人一定選擇哲學系讀 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你們做了公務員 做了一輩子你就了解 這為什麼呢 因為你哲學當中在講 怎麼講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有理 數學允許你亂講嗎 你作弊 好 你作弊 第二天也作弊 第三天也作弊 天天小考 你怎麼作弊 一個人關在屋子裡面自己看 只有牆壁 答案寫給你 你都看不懂 答案給你 你都看不懂 為什麼 因為數學強調的推理 那個推理 希臘文 那個推理Demonstration 英文叫Demonstration 希臘文叫Apodexis 我昨天為了這個問題 為了上次課 還特別跟我們系上 做數理邏輯數學系畢業的優秀學長 在建中的時候就拿過 奧林匹亞數學銀牌獎 在羅馬尼亞拿的 中國之光 前面金牌獎全是大陸人 跟印度人 然後他銀牌獎很不簡單 很不簡單 真的很不簡單 他就是標準數學系 社交障礙 表達障礙 然後智能超強 我們跟他在一起永遠是我在說話 然後我說你覺得呢 嗯 就這樣子 然後結束 因為這個是一個我們學學當中發現的 唯一對真實有感覺的證據 而且不會 亘古不變 對不對 是不是 你該不會演數學系的吧 嚇死人了 我兩 這個禮拜我只有兩門課 兩個坐在第一排的人 一摸都是數學系的 其他坐後排的人不可能是數學系的 你知道嗎 就來上課不上可惜來以後怕被老師點到 數學系的他沒有 他一直是活在真理當中 他講的你要點我 我就知道就知道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老師點到我說這個不知道 那個人知道 然後呢 要不然的話 老師要不然我到黑板算給你看 這個人嗎 老師一下就垮啦 對不對 老師都快60歲了 怎麼跟你20歲的人拚啊 對不對 更何況一聽到黑板算一下 嚇到嚇死了 一般人都嚇死了 不是我嚇死了 這個就是求真的概念 為什麼 為什麼數學有讓你有求真的感覺 你不愛讀書 但是你可以讀台大數學系 而且你從南部上來 超屌的 這不得了啊 就是說我講明了我不愛讀書 那一考沒辦法 數學100分 只能勾啊 或是說保送的啊 那講說那你要幹嘛呢? 我不曉得啊 我在北韓可以搞原子彈啊 在台灣我只能搞茶葉蛋啊 就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這是我想的道理大家都懂 可是我要強調重點 重點是什麼? 重點在這裡啊 重點是說數學完全來自於一個公理系統的結構 公理系統 對不對 你們當然知道 幾何學對難不倒你的原因就是 廢話怎麼難得倒我 因為你公理給我以後 我經過推理可以得到定理啊 數學裡面最強烈的感覺就是推理不會錯 不會錯就是真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講問題一定要講本源啊 本源就是設立一個公理系統的模仿 對不對 現在聽懂了吧 其實我們人生當中這真理的最佳的典範就是公理啊 就是要設定公理啊 比如說公理講說為了台灣獨立可以死 作為公理的話 那大家都得死 對啊 公理 但是這個公理本身值得挑戰啊 人家那個公理是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是一條直線 2500年沒有被挑戰過 所以說同學們要了解這個重點 所以這個是找到系統是談真的問題 所以我寫書叫求真 他在找尋真理 非常明白真理是人云亦云的 所以大膽的提出假設 用幾乎挑釁的方式 讓所有受他那句話吸引的人 引發興趣 感到好奇 展開批判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 你要讓別人跟你願意論辨一個事情 跟政治相關的事情 一定要注意這兩件事 第一個 你的立場要很夠基本 根本 最好是本源 第二個的話就是你要有善意的原則 慈善的原則 principal of charity 那這兩點在我們一個多說無意的社會裡頭 就沒有辦法了 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社會當中出現了一個答案 就是bullet跟bollet 我們根本沒有bollet這個傳統 在台灣稍微有一點 但是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這是我們哲學上的問題 所以我同學們如果聽得懂 就會發覺 確實 我們哲學要如何活用 要解釋我們的生活 為什麼生活卡在這邊 為什麼生活卡在這邊 道理就在這裡 我們沒有辦法展開辯論 我們怎麼會進步呢 我們想法都是靠情緒來維持 我們怎麼可能有答案呢 對不對 所以有這種情況 所以說 泰里斯引發的批判的第一個人 就是他的學生 安納西曼德 安納西曼德 好 那麼這是批判理性的首次運用 我先問一下大家 你們可不可以理解 這個我所講的觀念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東西文化的差別 我所列舉的那三點 就是說你們要放在心裡 這個差別極有可能是 我們長期來講 比如說我們長期來講 這個沉默是經的這個觀念 然後呢 強調實用 這個用處非常實際 非常實用 大家讀的科系 都要認定 這個 讀這個系將來要幹什麼 其實我覺得 這個活用哲學當中 除了這個文化上的差別以外 同學們一定要了解 大學就是求真的嘛 來大學就求真的 很多人不敢講 不敢講自己為什麼要讀大學 以前我在新生書院的時候 給過一個演講題目 對全校的新生講 題目叫我幹什麼來大學 後來學務處跟我建議這個幹字不好 改成我為什麼要來大學 就很無聊 知為細節 以為我故意提這個名字 他都無知啊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對大學來幹嘛 很多人講 很多人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幹嘛來大學讀書 那連大學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怎麼 那怎麼 那怎麼讀得下去了 我都很難想像 很多人讀這個讀書的過程當中 會以為說這個拿了大學文憑就 就很好 讀管院就管理別人 沒想到都被人家管 很失望 那廢話大家都在當老闆 這等於沒有人當老闆 一樣的道理 這是邏輯問題 所以活用哲學 活用 就是要告訴大家 看到哲學裡面的發展 我們講泰麗絲講到萬物的起源 不是在講水重不重要 而是在講說任何事物當中的宇宙中 要美 要大 要做為什麼都包含的一切 要能夠知道它為什麼大 為什麼美 為什麼能夠包含一切 其中最主要就是秩序啊 Older 你知不知道這個秩序這個概念 是可以活用的 我來台大不久 我請了個很有名的科學哲學家 那算是台灣邀請外國學者 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項成就 因為他走的時候 我把他的課程全部出版成書了 叫Scientific Reason 這個Editor就是我 我覺得我還滿得意的 這個結果 其中讓我最震撼的 是有一天我跟這個學者 一起到故宮去看展覽 我跟大家講一個活用哲學的例子 你我講話好 多少都加一點民族情感 為什麼呢 因為人是政治的動物 你不用民族情感 你不就 So what Does it work? Is it useful? I don't care 因為大家基本上在現有的學校教育中 把你們訓練成虛無主義者 你知道嗎 我實在不忍心講 在這樣的自由環境當中 沒有一個人有目標 現在在台灣連黑道都沒有了 你知道嗎 這個大家整個氣勢非常薄弱 非常奇怪 所以我講一點民族 他跟我講 因為那天我召到故宮去看 這個學者叫Yan Harkin 他專門 他是 他在Philosophical Analysis 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 這文章就講到說 中國人玩玉玩了幾千年 你居然不知道Jedai跟Amaril之間的區別 Jedai就是玉 Amaril就是這個翡翠 我那時候就 我從小就很奇怪 養子玉、養子玉搞不清楚 新疆的和田玉是白的 然後這個翠玉、白菜是綠的 那綠的跟那個白的都叫玉 那到底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他們是完全不一樣東西你知道嗎 印度不一樣什麼的 後來你後來到了故宮看到 現在裡面也可能也搞不清楚 就覺得這個白的玉好像比綠的玉便宜 綠的玉的話就是300萬 白的玉的話300塊這樣子 就是感覺上好像奇怪 中國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不知道就覺得裡面學文大 根本就不一樣東西 但是他跟我講 我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是看那個一個很有名的展覽 就是他說他指定的 我還不知道 人家是很有名 法蘭西學院院士 第一個就加拿大人 他其實是英國人 就是當法蘭西學院院士 他說趙惠將軍 在新疆平定準格爾以後 給乾隆打造了一套用玉做的餐局 第一次展出 封鄉多年 封鄉多少年 64年 第一次展出 然後呢 看完以後呢 他看得很仔細 然後看了一下瓷器啊什麼 因為我每次帶這些老外卻的時候 因為語言好 就假裝很內行 很大聲 You know This is the personal collection of the greatest emperor of China 就講得很大聲 然後他講 他聽完以後 他說 他問我一個問題 我嚇了一跳 他說為什麼是第一次展出 他這個這麼重要 這個軍事上的征服 在民主主義情感上來講 這個不得了 你們要是 你們要是看過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雍正王朝 湯西帝國 你就知道說 那個等到乾隆出來的話 來征服新疆這塊地 不管對新疆的策略好還是不好 但是沒有滿人的皇帝就沒有新疆 所以大陸現在新疆是這樣來的 那說那裡面的何田玉是這樣來的 他問我為什麼第一次展 我跟他講說好像 聽我所知道的事 好像永遠展不完 因為六十幾萬件 每一次展個什麼幾百件 然後三十年 就根本都弄不完 整理不完 他說可是Categorate Categorate Categorate 就是Catalogue 怎麼沒有看到 所以完全是注意的 我說因為 這展覽都展覽不完了 還能有時間整理嗎 他馬上跟我講 他說哇 他說亞里斯多德的分類概念 植物學的分類概念 讓你永遠知道 分類的結果就是世界的概念 同學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就是說亞里斯多德做的分類 我再舉個例子你就聽懂了 他講的那個事情 我其實是無言以對 因為我們就不懂這個哲學 什麼亞里斯多德 故宮那些研究人員 哪裡知道他們的研究 跟亞里斯多德有關 哪裡知道這個東西 像我們一般來講 只有哲學系老師在混飯吃著 才在教教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 講那些詩音說 講那些根本沒用的東西 但是我想起一件事情 我以前在比利時留學的時候 我看過比利時皇宮的下宮 將來大家到 那個下宮的地名叫Tervillean 就是剛好在魯文跟布魯塞爾的正中間 Tervillean 將來去看那裡有個下宮 那個下宮叫做中非博物館 我為什麼完全聽得懂這個 哈金教授講的話 因為那個中非博物館 你一進去的時候 一進去它完全是凡爾賽公司的建築物啊 一進去的時候正中間一個大廳 大廳上面畫了一二三四五 五幅畫 五幅大畫 五幅大畫當中 一樓正中間前面一個大廳 什麼都沒有 就通到對面那個很漂亮的花園 還會噴水啊 還有那個銅座的麻藥藥藥浴室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植物 這邊是動物 比利時的非洲殖民地 是比比利時大93倍 比利時跟台灣一樣大 就是以前叫薩伊 後來叫鼻鼠鋼果 鋼果河流域 這邊是植物 所有的植物 這邊是動物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的二樓 這邊直接的 這邊是礦產 薩伊的礦產 四大礦 世界四大礦 金 銅 銹 銹 鑽石 世界第一 然後這邊 同學聽了這個是非常exciting 這整個殖民的歷史 後來我完全瞭解 為什麼被殖民的人心甘情願當殖民地啊 你很難想像為什麼我們喜歡日本人 香港人喜歡英國人啊 人家是有技巧的啊 太厲害了 你不喜歡日本嗎 你敢講你不喜歡日本嗎 918剛過你會不會完全假裝不知道啊 對不對 我不喜歡日本 因為我沒被殖民過 然後這邊是礦物 這中間是人 非洲的人種 然後這邊是所有的超自然的現象 無獨啊 沙滿啊 所有這種宗教的 然後他底下寫 他底下寫 比利時所調查的薩伊就是這個 你懂嗎 把人 把植物 把動物 把礦物 通通寫得像地圖一樣 然後底下在正中間 一去一個好大的世界地圖講薩伊在哪裡 這就是宇宙 這就是世界 這就是分類啊 同學你們了解嗎 希臘人從一開始 從希臘時代的哲學 為什麼colony colony這個字是希臘文啊 我們現在講的哲學 現在講的這些人 都是被希臘文明所殖民出來的結果 大家知道colonization超厲害的啊 以前中國也colonized的韓國 colonized的越南 他們對於這個儒家的文化信奉得不得了 你派出去大臣一定是最能幹的 寫出文章一定最好的 厲害啊 你現在看到英國人 你要是 我不曉得你們英文好到什麼程度 我自己一度稱自己為Anglify 哇 我一天要講 我每一天早上起來 This is BBC World Service Hella News The Burma Government has very much in the department 就覺得太優美了 到了香港的話 他們完全都迷糊 Overwhelming Enchanted 殖民地 為什麼 他們把整個世界透過他們的分類系統 做了定義 重新定義 這個世界中 沒有在這個地圖中出現的都不存在 像Google Map當中 白木達三角洲神秘的 Mythical Triangle 不存在 Google地圖看不到的東西通通不存在 這就是哲學最偉大的力量 讓你看到世界 也會畫地圖 以前 大家有沒有看過中國古代畫的地圖 山就畫個山 陽明山 後面再畫一個山 金山 然後再畫一個海 沒有那個經緯度什麼的 地球上的經緯度存在還是不存在 這種問題 是我們在形上學的時候要討論的 太偉大了 所以你要了解 這個不是你移不移民 當不當美國人 當不當加拿大人可以學會的 這個是哲學 他們在2500年前就有這個理念 為什麼 殖民人家的準備 所以我剛剛前面強調 那位加拿大教授講到照會的時候 他說你們沒有這個categorization 你們沒有這個category的這種哲學概念 所以你在整理東西的時候 你完全不會分類 你看大英博物館跟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羅弓宮底下的人 做埃及學的或中國哲學的 他們七早八早就把你所有的categor 全部印出來了 展不展是另外一回事 活用哲學 活用哲學 所以大家這個觀念就在這裡 什麼分類呢 分類一定找最根本的地方進行分類 最根本的 比如說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是一條直線 整個世界地圖攤開來用幾何把它畫出來 所以地方放大 跟真的世界一不一樣不一樣 西伯利亞沒有那麼大 但是地圖攤開來以後就變這麼大 有時候地球一上西伯利亞看起來沒有很大 但是攤開來就這麼大 為什麼要變這麼大 因為它的整個categories 已經主宰了整個世界 就是它的哲學的理念已經取代了世界 同學們聽得懂嗎 聽不懂是吧 我再強調一遍 你要知道 人最害怕什麼 人最害怕無知的情況 Unknown reality 中元節到底有沒有鬼跑出來 你數學系的應該不用回答吧 中元節有沒有鬼跑出來 你覺得中元節有沒有鬼跑出來 我如果在台大的哲學概念課講說 大家到了英歷七月小心一點 我講這句話我不用工作了 你知道嗎 同學檢舉你 謠言惑眾 你跟廟禪什麼不一樣 你在台大不可以講這個話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大教育是科學教育 那科學哪來的 科學基本上是用representation 什麼叫representation 就是用一種表真的世界 來取代真實的世界 真實的世界我們不知道 比如說你們是數學系的 你們很牛逼沒錯 但我問你為什麼數學能夠有這種推理 不會出錯的現象 你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你怎麼能回答這個問題呢 說為什麼數學不會出錯 你不能回答問題 說就是不會出錯 對不對 你可以回答說為什麼數學不會出錯的問題嗎 你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 這已經超越了你所有的祖宗的總和了 對不對 所以以這個緣故的話就講說好 那我們現在更縮小一步 我們用公理系統來做這個表徵 記住 unknown reality到底有沒有鬼 我們不知道 英文有個叫agonistic 就是不可之論 所以要尊重嘛 有人信有人不信要尊重 就像你尊重人家不同的私人的秘密一樣 要尊重 可是 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你不能永遠活在不知道的狀況 那就是原始民族 所以西方人才出現了一種categories 亞歷斯多德的哲學翻範就是categories categories就是說 我只把我知道的部分重新組織起來 然後我說這個部分 被組織好的部分 就是你所擁有的世界 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就不談了 對不對 比如地圖就這樣子 誰跟你講說地圖上畫的是 全世界所有存在的地方 不一定 但是原則上 我們看到Google地圖 認為全世界就是Google地圖 對不對 所以你相信的是Google的軟體 而不是真正有沒有這個 世界有沒有這個角落這個問題 這種categories的應用 是我覺得最廣泛、最大、最重要的哲學理念 而我們現在講的情況也是這一點 同學們可以理解了 理解 就這個 因為這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大家要 大家要帶一點民族主義的情感 來理解這一點 心裡要講 大聲地在心靈中寫出一個幹字 幹嗎 我們怎麼都不知道這個東西 要很生氣地表達 難道我們笨嗎 缺這個東西嗎 那我們在學術研究上 已經在做這個東西 已經在做這個東西 比如說你現在所有代表的東西 你現在跟你講說教科書裡面寫出來的知識就是真的 他憑什麼說他真的 他是個representation 他代表真理 代表真理是不是就真理 不知道 但是他極有可能是我們所僅有的部分 但是他把這個分類出來 所以categories的概念非常重要 是活用的道理 也是最根本的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傳統 沒有辦法 這個叫經驗主義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討論 將來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活用哲學的一個基本概念 沒有這個理解 比如說我問大家 公司要做一件事情的流程圖 這邊有管院的學生 如果有管院的學生的話 公司要做一件事情的流程圖 你把流程圖畫出來 說這個是公司達到效率賺錢的方法 這是個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是個表真 對不對 那很多人就要說把人按照這個表真 壓縮到完全按照公司來 這個叫效率 這叫管理 如果達不到這個效率 就沒有辦法達到管理的指標 重點是你要先有這個表真 要有這個representation 這個representation 就用了很多哲學的概念 你如果說做到讓大家不要睡覺 後來人都是死了掛了 這個不可能是好管理 讓大家都覺得很輕鬆 都不用做事了 就工作意願很低了 這個也不會是好的管理 所以你的這個表真要能夠符合經驗的準則 所以這就是經驗主義 所以亞里斯多德的貢獻就在這裡 所以給大家看 你現在可以稍微了解一點吧 慢慢體會 慢慢體會 活用哲學的價值 活用哲學價值不是一觸可及的 是要慢慢慢慢充滿了 啊哈 experience 充滿了啊哈 experience 就一步一步來 因為你現有現行所學的教育 因為大多數是廢物 大多數是廢物 是把一個科技大學的資料 放在一個學術大學裡頭來學 這不是廢物是什麼 這個更沒有用 是要不要的 幾乎 我記得 ren